哈囉,歡迎收看電玩宅樹沛,我是櫻花 大家有看上戲了嗎? 雖然漫威出新的電影 但是也別忘了他們的遊戲消息唷 漫威《午夜之子》是他們最新的嘗試 讓我們一起來看看最新的畫面吧 預計在 2022 年 3 月發行的戰略遊戲 《漫威 午夜之子》 昨天公開了最新遊戲畫面 這一次最引人注目的是 找來曾經製作 XCOM 與文明帝國的團隊協助 或許比起漫威迷來說 喜歡戰略遊戲的玩家可能會更加期待 《午夜之子》其實是漫威的超級英雄團隊漫畫 主題圍繞著魔法和超自然力量 內容比較偏向狼人、吸血鬼等題材 所以原作比較著重在 刀鋒戰士、惡靈戰警和奇異博士等角色 但畢竟現在是大漫威宇宙的時代 鋼鐵人、金鋼狼也都在影片中出現了 到時候有哪些角色會登場 或許可以再期待看看囉 不過最讓人在意的是遊戲時的那些卡牌 讓人有點擔心 課金抽卡會不會又是主要元素咧 不過目前距離遊戲發行還有一段時間 就讓我們再等等看看吧 MING PAO CANADA 放了 MING PAO CANADA 已經變了